黃蜂颱風下午兩點的位置位於菲律比群島的中部 距離我們大約900公里的海面上 目前它的移動方向是持續的往偏北的方向上來移動 預計明天晚上也就是16號的晚上到17號的清晨之間 就會逐漸進入巴士海峽 而且往台灣東南部的近海上來掠過 以這樣的速度上來估算的話 距離我們最近的時間點 會是禮拜六的晚上到禮拜天這一整天 請大家要特別注意 強度上來說下午兩點的時候 它的強度已經減弱為輕度颱風 隨著它往北的過程當中 它的受到地形以及垂直風切的影響 它的強度會逐漸的減弱 在最靠近我們的時候 預估強度上會以輕度颱風 或者是熱帶性低伏壓為主